原来丛林的房子还能这么搭建 老王为了改善丛林生活 不惜成本新建豪宅 前期已经经过精心设计 组装豪宅的基础框架 然后通过简易起重机 仅仅用了吃奶的力气就让框架吊装到位 三个木屋架子被千斤顶顶上了水泥墩子 形成现在三足鼎立的情况 今天的主要工作是完成屋顶的建设 老王一大早便起床上玩大号 接着扛起棒锤进入施工现场 地上还有许多木头 按照研制高低 老王随意选择了一根搭上肩膀 今天一天的苦逼生活正式开启 首先要爬上几里的高空 这对于几十岁的老王来说确实有点费劲 好在他每天都有健身 也算安全地爬上了屋顶 紧接着老王顺手捞起刚才搬来的木头 然后把它卡在屋顶的两端 再用棒锤悄悄打打 让横梁更加结实 依法炮制 接着把其他的横梁也一一安装到位 精工才能出细活 老王对于每一处损卯结合的把控 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这样才不辜负他看过了 卢班秘境 屋檐的部分当然也不能少 每一个构建采用怎样的组装方法 显然老王已经了然在心 随着最后一根横梦安装到位 他终于可以歇上一口气 但是接下来还有更辛苦的工序 老王现在开始鼓刀起竹子 首先使用开山刀将竹子对半切开 力道不够那就用木头来辅助 每一锤下去都是足足有二百万 竹子被老王一分为二 然后竹子的形状还是没有满足建筑要求 于是拿起开山刀 再次把竹片对半切开 如此反复上述动作 直到切出满意的竹虐为止 为了防止小伙伴们感到枯燥 老王的摄像机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养殖成果 小编此刻却出现了许多烧鸡和烧鸭的幻觉 时间又过去了2866米 老王已经把两根竹子变成了88条竹面 它们大小均匀 厚度一致 一看就知道不是老王用脚趾头修出来 按照刚才安装衡量的办法 首先把竹面分别放在几根立柱的旁边 以便于它爬到屋顶后可以方便拿取 竹面的方向要与衡量垂直 这种结构 在小编的家乡管它叫饺子 那小伙伴们的家乡 管这个咚咚叫什么呢 看看评论区有没有叫法一致的铜鞋 饺子按照等比方程式的计算结果 平均分的定在横梁上 一共22根 数量完全在老王的计算结果之中 一根也不多 一根也不少 紧接着 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对侧的屋顶也定上饺子 本以为两侧屋顶定上饺子就完事了 没想到横梁之间的间距超出了设计的尺寸 于是老王又在横梁之间 再加装一根竹面 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后面覆盖上屋顶遮蔽物 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屋顶横梁过多 房顶太重而压垮房子 竹灭之间采用薄如蝉翼的灭条来固定 横竖交错的屋顶框架 让强迫症的人看起来就是很舒服 这种网格形状的屋顶框架 已经让小编很好奇 他到底使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完成屋顶建设 也许他会就地取材 制作红泥烧制而成的瓦片 又或许使用木板直接定成屋顶 就好像当时他建造荒野游乐场的操作那样 这个悬念我们下一集将会揭晓 老王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来搭建屋顶框架 农场的小佩奇们早已炒翻了天 熬大叫炒着要吃饭 老王三下午除二 配置好独家猪食秘方 加上冰冰凉凉的山泉水 这是猪猪们最爱吃的食物 半个月不见 这些小佩奇们已经吃成了小胖子 再过不了多久 他们很快就会变成烤乳猪了 不费一砖一瓦也能拥有豪宅 这位丛林隐居的大叔居然办到了 老王在这里隐居已经超过半年 半年以来他干了不少轰动村子的事情 他不仅挖了鱼塘养鱼 还培育了天然无机蔬菜园 紧接着又开始扩建住房 前几天已经完成了屋顶框架的搭建 今天即将完成加盖屋顶 老王早早起床开始日复一日的工作 搞定这一大群家禽家畜并不容易 他们每天都要消耗几百公斤的食物 光是这一片山的香蕉树 都快被老王砍了个精光 带到食物紧缺的时候 就是满山飘满烧鸡烧鸭之日了 为了让鸭子和鱼塘里的鱼和谐共处 老王的办法是将鸭子的胃保持满满的 这样他们自然而然不会破坏浊食鱼塘里的鱼 不得不说 管理农场这一方面 老王确实有三下子 家禽满足了味蕾 老王这边就能安心盖房子了 这几天的间歇期 他进山到处收集棕榈树叶 这些棕榈树叶正是加盖房顶的材料 原本以为老王会烧制瓦片 或者钉上木板作为屋顶 谁料他却选择了熟悉的方法 采用棕榈树叶为建材 确实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 原来高大上的房屋框架 妥妥地被屋顶拖垮了颜值 十分变三分 实际建造完毕的屋顶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方便爬上几米高的房顶 老王还用上了他当年在杂技团学过的走钢丝 仅仅搭一根独木桥就爬上了屋顶 一般人走上去恐怕会吓尿 搬运工老王依靠这根独木桥把棕榈树叶搬运到屋顶 从屋顶往下看 确实让人有点恐高 瓦工王现在开始给屋顶盖叶片 按照水流的规律 先从底部开始 这样下雨的时候就不会有雨水倒流了 抛开瓦片这一点 老王使用棕榈树叶编织屋顶 技术还是值得肯定的 每一片树叶就相当于一片瓦片 树叶不仅要固定在屋顶上 还要编排好它们的层级关系 否则但凡下个雨 吹个风 就会出现屋外下大雨 屋内下小雨的情况 树叶看起来虽然不起眼 但编织起来也花了老王不少心思 一不小心从上午直接干到了下午 现在的屋顶看起来已经有模有样了 依法炮制 把西面的屋顶也绑上树叶 他计划太阳下山前建设好这间牛栏 以免夜长梦多 远在十几公里外的村庄 早听说老王要在丛林盖房子的事 已经开始议论纷纷 他们个个都表示 你老王一个人根本建不成房子 老王为了不被村里人看扁 经历了从挖宅基地到现在盖屋顶 已经打破了村里人对他的成见 无奈村里人还是坚决认为老王注定会失败 就好像他们希望老王鱼堂里的鱼被鸭子吃光一样 说来也巧 老王靠着一股梁静如给他的勇气 很快就完成了屋顶的建造 虽然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红瓦顶 但是毕竟也是一间颇有规模的大房子 平时招待个客人什么的还是勉强够用的 随着老王把屋顶挤梁的树叶盖好 这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牛兰 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落下帷幕 接下来就是室内的装修了 不过 现在太阳公共马上就要下班 老王只是给屋顶的叶子里了个发 然后准备接下来装修需要用到的木材 紧接着就是要照顾萌场的小动物们了 这群从小跟王场主跟到大的小动物 已经长大成型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这些青园土鸡 是烤来吃 还是做成盐菊鸡 又或者做成白切鸡会好一点呢 给你一把锤子 让你在丛林建造一座房 你能办到吗 村里人普遍认为老王建不成房子 老王则为了争一口气 选择在丛林里徒手打造这间大木房 他已经盖好房顶 成功完成了封顶 今天计划装修室内 按照老惯例 老王一大早起床释放完能量 然后到工地开始施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只见他使用错刀来来回回摩擦木工具 以便于更加利索的锯木头 紧接着 老王把森林里捡回来的木头 全部切割成六面体 然后分别扣在房子地板架上 左右凹槽位置精准对接 严丝合缝 不愧是连贝德两爷都自探不如的盖房专家 老王走了一天一夜 在集市上购买了木板 他们将用于铺设室内地板 由于立柱的存在 让这个铺设地板变得不那么简单 铺设的时候 还得充分考虑木板能够顺利通过立柱的捣乱 对于建筑奇才老王来说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只见他拿出尺柜画图工具 然后在木头上写写画画 为了得到完美的切口 勾股定理 黄金分割点理论全部都用上了 老王确实很拼 按照绘制好的线路 老王马上就可以锯木头了 首先先把靠近柱子两端的木板 锯出两个缺口 位置正好卡住柱子 完美对接 紧接着 再把其余的木板铺设上去 十几厘米上的钉子 帮帮帮几下就钉在了木板上 让木板和地板架浑然天成的感觉 不过百密中有一书 木板的长度还是有点短了 完全覆盖不到三根木柱 老王只能忍痛割爱 用锯子将多余的部分切除 多切一点的木板 都是老王的痛 毕竟这是他走了一天一夜 花了整整半亩地的蔬菜才换来的材料 就这样切掉实在可惜 随着勤劳的小手不断努力 木屋的阳台部分也是有模有样的了 平时在这里晒个太阳或者喝个茶什么的 完全够用 阳台部分是最难铺设的 但是室内却完全不同 因为室内都是开阔的空间 直接拿起木板就能往上铺设 根本不需要用脑子思考 只需要简单的重复性工作 便能得到平而美的地板 用同样的木板 用同样的方法把其他部分也加以铺设 每一块木板就相当于一块瓷砖 为了后面方便生活 不至于走路会磕磕绊绊 就得把木板铺设平整 以防有凸起的地方 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附近的花花草草 不过话说回来 观看老王铺地板 最有趣的不是室内的铺设部分 而是阳台 木板的缺口每对接完成一次 就是享受一次艺术 于是接下来切割木板 让他们的个头一样高 首先利用弹墨线 以最短的一块木板为基础 然后弹出乌漆骂黑的直线 紧接着 参照直线一次把木板锯断 这是一个枯燥的工序 就连一旁的小黑狗都不耐其烦 直接躺在木板上开始摆烂 经过半小时来回切割 老王终于获得了长度一致的木地板 现在整个木屋地板看起来就很美观 越来越有那个味道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老王盖好了新房能娶到媳妇吗 这可能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 独自一人拥有一片不受外界打扰的世外桃源 每天的工作是为鸡养鱼 除地重彩 勤劳人老王早早起床上玩大号 然后端起小鸡仔的口粮 站在院子里只要发出咯咯咯的响声 正在树林弹琴说爱的公鸡母鸡 就会向着老王飞奔而来 谁跑得快谁就能多吃两口饭 来得晚的只能吃空气 公母鸡显然被老王的美食所征服 他们没有逃离这里 每天一日三餐都在等着老王来投喂 心丹情愿跟着老王在此地打拼 即使最后有可能变成美味的烤鸡 为了改善生活质量 老王一个月前已经开始修筑新房 两天前才盖好屋顶和地板 人生中的大事终于有了曙光 盖新房这件事全都在老王的掌控之中 每一步的进度都拿捏得死死了 今天计划建造新房围栏 首先丈量出柱子之间的间距 总共2999毫米 接着再在三米长的木条上 精确在2999毫米处做上记号 然后使用昆仑锯锯掉多余的部分 为了避免误伤新地板 老王直接拖走木条到悬空的地方 然后一鼓坐器就锯出了标准的2999毫米栏杆 紧接着老王在柱子上测量出600毫米高度 同样使用特殊工具做出记号 以免几分钟之后搞忘记了 当然 在另一根柱子上也要画出同样高度的记号 两边高度误差必须精准控制在0.001毫米以内 此时把2999毫米的长木条卡在2点记号之间 精致的工艺正好让木条与竹子无缝对接 但是这样的结构并不牢固 还要略施小技来让它一劳永逸 只见老王随便拿起一根短木条 然后比划一下它的垂直高度 确定好大概位置之后 接下来就能画出短木的轮廓了 这时候 老王开始使用凿子 按照刚才画出来的轮廓 邦邦邦地开始凿动 力道之大让摄像机都未知一阵 好巧不巧 老王选择的这个洞 正好与底下的小横梁冲突 它只好将计就计 轻轻凿了个小洞 然后在短木条上绘制出特殊图案 再使用通天凿将被绘制出来的图案凿个底朝天 就像这样 正好是一个正经的木叉子 把它插入地板洞内 相当完美 简直是天衣无缝 为了栏杆能够更加稳定 老王把长短木头用不锈钢铁钉钉起来 就算经过几千年历史变迁 它应该也不会倒下 用同样的方法 老王把对面的栏杆也制作了出来 看起来毫无违和感 四周的围栏也已经准备到位 他们连起来浑然天成 不得不佩服老王的手艺活 接下来 老王要组装的是房门部分 只见他首先确定大门的安装位置 通过铅笔的简单一笔一画记录下来 左右两侧都需要画出来位置 然后开始凿穿端铺好的地板 由于老王从事画图三百年 按照画好的位置凿出来的墓口 大小完完全全诠释了什么叫做专业 为了上方位置能够固定在门框之上 老王把上端的木条切开八成八的大小 把门框安装上去之后 整个房子的大致布局一目了然 这次建造的墓房 格局还是沿用前面建设小木屋的方法 前后都留有一扇门 这样南北通透 便于身心健康 出入方便 再给门两侧稍加修饰 一栋简单而不失优雅的野外大房子 就这么诞生了 当然 这并不是最终的效果 老王还会继续完善后面的装修工作 让自己尽快能入住新房 这种地板悬空的房子有很多好处 不仅可以与大地保持一定的距离 睡在上面也不至于换风湿 而且打扫起来也很方便 最主要是以后下雨天的时候 再也不用住在满是泥巴的潮湿房子内 想想都觉得很过瘾 给你一把斧头 你能在荒芜人烟的丛林里建造一个村落吗 老王在这里建立生态浓庄 有机蔬菜吃都吃不完 而且还成立了生态养殖基地 不仅有跑地珠 飞天鸭 爬坡鸡 还有浑水鱼 这些劳动成果都是老王一手造成的 但是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就得不断地折腾 三天前已经完成了木屋的围栏乡边 可是依然挡不住即将到来的刺骨寒风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老王决定给木屋加上围档 首先使用长度测量 一测出围档高度 为了得到准确的数值 在不同的位置多测几次非常有必要 为他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点个赞 紧接着按照测出来的高度 再在几天前用蔬菜换来的木板上 量出足够长度 以他的直觉 制作这种尾档一定要精准切割 误差必须控制在0.001毫米以内 这样组装起来才能严丝合缝 按照这个标准 老王仅仅花了一个小时 硬生生地把十块长木板 分割成了66块围栏木板 这个效率就跟老奶奶走路一样快 把这些木板分别抱到木房子周围 围成一个八卦镇 算命老先生说这不仅能提高效率 风水还贼棒 老王将要怎样完成围栏的铺设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首先还是使用测具工具测量力竹的宽度 然后把几根小木条切成一样的长度 这一步是为了接下来固定木板 紧接着使用7号不锈钢铁钉 将木条定在柱子之间 两个木条之间流出三厘米的间隙 同样的 栏杆上方也要定出一样的导轨 现在就可以把木板按顺序放入导轨之内 按照精确测量的尺寸切出来的木板 安装上去就是这么合身 一点缝隙都不留 这样的工艺水平也只有老王才能办得到 接下来把最后的木条导轨定上 正是封装木板围栏 用同样的办法 将另外一侧的围栏也组装起来 然而他已发现了刚才方法的短处 在上面的栏杆封装导轨非常熬手 所以他改良了安装工艺 把最后封装的导轨改成下方 简直就是21世纪的一大发明 老王刚想长缓一口气 但是新的问题却又来了 最后一块空缺绒不下一块木板 因此老王必须要切出一块跟空缺一样宽的木板 用来查了补缺 老王在木板上画出笔直笔直的细线 然后使用灵活的左手 沿着细线上下拉锯 这样精准的拉锯手艺 咱有一说一 没个七八年的经验 恐怕聚不出这样的效果 用同样的方法 把上面的围挡也一一造了出来 这个造型看起来简直就像九八八台 接下来 老王把其余四周的围栏挡板全部都铺上去 就像这样 外观看起来有几分新鲜感 中空的设计 简约大方 美感十足 既能通通透气 又能在室内欣赏美景 一举两得 这间木屋也是老王迄今为止 在野外建造的最大工程 他从一无所有 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一步一步建立现在的世外桃源 从最开始开荒种菜 却被村里人嘲笑 再到挖鱼塘养鱼 还是被村里人一致认为浑水养不了鱼 可老王后续一系列操作 完完全全颠覆了大家对他的成见 他不仅让自己吃上有机蔬菜 还一把屎一把尿的板鱼养大 而且还养了一群会听号令的鸡和鸭 加上可爱的小猪猪 现在又独自一人把这间木屋整出来 可以说他已经是这里的人生赢家 下一步也许老王会在这里建设水流发电站 或者开设野外农家乐 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小伙伴们 如果你拥有一个这样的世外桃源 在现有条件下 接下来你会怎么发展壮大这里呢 欢迎把你天马行空的发展规划写在评论区 写得精彩 老王说他可以借鉴借鉴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